隔夜 杜甫 卧龙月马 中黄土 人事阴书 慢寂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岁末时节 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 奎州双雪停了的寒冬夜晚 雪光映照下 明朗如晝 破晓时 军营中骨脚声更显得悲壮凄凉 银河倒映江面 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 战乱的消息传来 千家万户哭声响彻四野 渔夫乔子不时在夜深传来一歌之声 像诸葛亮和公孙树这样的历史人物 最终也成了黄土中的枯骨 人事与阴书都只能认其寂寞了 再读一遍 隔夜 岁末阴阳 催短景 天涯霜雪 寄寒霄 五更骨脚声碑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枯千家文战法 一歌树处起于桥 卧龙月马中黄土 人事阴书万寂寥 1个银子